说另一只保险股 邮邦 Chair Room 有人留言 邮邦今年策略应该怎样上网多少呢? 保险股真的比较大一些范围 今年前景怎样看? 整体来说 今年看法其实会好一点 因为去年其实无论内地的保险股 或者这只邮邦也好 走势全部都很差的 我想股值一来不算贵 而你刚才说了一阵内险的好处的话 其实对邮邦也有些相关 因为近年它在内地的业务也越来越多 而且增长也算快 所以业务前景其实不是特别担心 连带邮邦我想更好一点的地方 就是会受惠到环球的息口上升 特别是债息上升 这些对它会比较多一些正面支持 但是这些因素全部都比较中善一点 所以我想如果你说今年 看邮邦的看法或策略 都是偏向中善一点持有 我想短炒就可能未必太多好的水位 或者会是比较快上快乐一点 但是偏中善一点 我觉得要慢慢上去 真的九十多元边楼上 其实机会是大的 虽然如果你说要部署的 我觉得Around真的八十元松一点 这些位置开始慢慢吸纳一下 那会比较合适一点 现在来进行系列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问你 那会不会有入侵畅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